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在立陶宛成立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呢 大陆将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 立陶宛公然对中国发起政治挑衅 形成恶劣先例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搞两个中国 和一中一台的行径 这是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设立之后 王毅首度公开表态 另外呢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说 大陆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 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部机构 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立陶宛共和国代表处 要求立方相应要更改驻华外交机构的称谓 中方这个举措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 做出正当的反制 责任完全就在立方 11月18日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允许台湾当局设立 驻立陶宛台湾办事处 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 开创了恶劣先例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政府已宣布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 降为代办级 11月26日 中国外交部正式召会立陶宛外交部 决定将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 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立陶宛共和国代办处 并要求立方相应更改 驻华外交机构称谓 中方这一举措 是对立方损害中国主权的正当反制 责任完全在立方 另外大陆驻立陶宛的大使馆的网站 25号的时候有最新消息说 因为技术的原因 领事馆业务从2021年11月25号起暂停 最后相关的说法有一些下架 不过来看到是说 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18号挂牌成立 大陆随即在21号的时候就宣布了 跟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到代办级 此外来看到的是 北京也限制了跟立陶宛的外交 还有商业的联系 大陆驻立陶宛的代表处 其实当地时间24号 举行了媒体的见面会 大陆临时代办来看到的是 曲伯华 他要求立陶宛必须要修补伤害 第一步当然就是把台湾驻代表处 改为是台北 第一个先改为台北 而且批立陶宛的选边站队 丧失了自己的外交独立性 他也批评了立陶宛背信弃义 又指出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还有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大陆 来跟他交恶 既不会给立陶宛带来所谓的安全感 也不符合立陶宛 国家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外曲伯华也说 立陶宛不顾中方的抗议 允许台湾当局设立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此举在国际上制造 一中一台 而且背弃两国在建交公报当中 所做的政治承诺 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 在国际上制造恶劣的先例 对于立方背信弃义的行为 中国大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立陶宛政府就要承担一切的后果 那曲伯华也说呢 理解和尊重立陶宛人民 自己呢 对于像是独立啊 自由民主这些价值观的珍视 国家富强 民族独立 人民幸福 民主自由 同样都是中国人民信奉的价值观 但是你现在是选边站队 听令于人 丧失自己的外交独立性 比如说你的外交政策 还有虚伪性跟双标性吗 比如说立方是粗暴的对待 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 这等等还来说 另外呢 他对国内有一些俄罗斯裔啦 还有呢 包括是波兰族裔的人是 有一些歧视性的对待 对于呢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独立运动呢 你又保持沉默等等的 所以啊 你只会针对大陆 被说是双重标准 立陶宛呢 走到今天这一步 既有主动投怀送报 就是对美国来进行投名状 也有背后的其他的大国策动 打台湾牌就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中国大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立陶宛政府必须承担 这之后产生的后果 与此同时呢 立陶宛的外长 兰斯伯吉斯啊 他及时也有说呢 说啊 受到了大陆的经济压力 但是并不代表 就要放弃独立的外交政策 立陶宛有能力承受 他还说呢 立陶宛将会成为 对抗中国压力的范本啊 那兰斯伯吉斯呢 他嘴巴很硬 不过呢 立陶宛的企业却是很痛苦苦哈哈的 他其实在24号的时候 在华盛顿接受了路透社啦 法新社这些媒体的访问时 他就特别说了 说从今年夏天呢 其实立陶宛宣布 允许成立台湾民意的代表处以来 每隔几天呢 就有一家立陶宛的企业表示 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生意停滞了 但他还是说这些痛苦呢 是短期的痛苦而已 立陶宛呢 正努力减少在供应链方面 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立陶宛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 受到经济压迫 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在外交政策上的 独立自主 那另外呢 立陶宛将会呢 为各国提供所谓 如何抵御压力的模式 就他很自豪 说要成为是范本嘛 另外呢 华盛顿邮报呢 则是有特别说 兰斯伯吉斯啊 还呼吁其他的民主国家 站出来对大陆呢 来进行协调行动 但是他有坦诚啊 说欧盟自己内部的意见 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国家倾向于 跟中国大陆合作 比如说呢 梅克尔政府嘛 那现在呢 欧洲 比如说是德国 会不会转向 大家很关心 那法国也想跟中国大陆合作啦 所以呢有些国家呢 是想跟中国大陆合作 但他有说呢 有一些国家 则是呢 奉行更加模糊的政策 我们先来听听看呢 他是如何被说是狗废火车 要欧洲要积极参与 印太事务的相关问题 但是欧洲 却不想理他的说法 现在我们必须明白 世界上的安全性 也会建议到中国大陆合作 很多美国党党 会担任大贴责任 在国家 带着安全保障 送到国家的安全保障 这就是 我们也能够 要有什么解释 立陶宛自以为有美国靠岁 不担心大陆经济的施压 我们来看到立陶宛将要跟美国 签署了一份价值6亿美元的 出口信贷的协定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健就说 这个报导再次的表明 立陶宛挑衅行进的背后 就是有人在撑腰打气 操盘指使早有预谋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立陶宛不惜用损害中国主权 为投名状换取贷款 这种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险 大陆商务部也发表 相关的谈话说 立方的行进严重影响了 中立两国企业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 立陶宛挑衅行进的背后 有人在撑腰打气 操盘指使早有预谋 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强调的是 立陶宛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 为投名状换取贷款 这种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险 立陶宛背信弃义 不顾中方严正交涉 不顾国际公理和正义 为大国火中取利 终将为此付出代价 美国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 不惜威逼利诱他国充当炮灰 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国家所为 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立陶宛以为在经贸上可以靠美国 所以不怕大陆的施压 但会不会有一点目光太短视了呢 您认为他会不会目光太短视了呢 来聊天室写下您的看法 也引发大家讨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到大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经济系教授 叫做龚炯老师 他其实有提醒立陶宛你的头号敌人是俄罗斯 以后在地缘冲突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以为大陆会帮忙你 他在大陆观察者网站说 立陶宛跟波兰边境有一个叫苏瓦乌基走廊 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冲突的引爆点 我先来补充一下 什么叫做苏瓦乌基走廊 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波兰这个地方 以及立陶宛它的交界处 有一个叫苏瓦乌基走廊 这个地方长约是100公里的边境狭长的地带 时代杂志有说 说这个地方就是欧洲最脆弱的地方 这边很有可能会决定波洛地海 波洛地海这些国家的命运 还有欧洲安全的走势 为什么这个走廊会这么重要呢 它有一些战略的重要性意义 我们看这个地图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走廊的北侧是什么呢 北侧就是立陶宛在这边 拉脱维亚 还有爱沙尼亚 有没有看到这三个 就是所谓的波洛地海三小国 他们的国家 他们曾经都是苏联 也就是俄罗斯 这有点挡到 他们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们原本是一起的 但是现在他们成为 他们成为了俄罗斯的死对头 以及北约组织的成员国 他们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 等于就是北约要围堵 俄罗斯的一个最前线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除了立陶宛 他其实会透过苏瓦乌基走廊 跟北约成 这个是走廊 他跟北约的成员国 谁呢 波兰 他们其实是接壤的 所以他们跟其他的北约国家 都不相邻 他只有跟他这个地方 进行相关的接壤 跟波兰进行了接壤 如果莫斯科就是苏联 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控制了 刚刚说的苏瓦乌基走廊的话 那波洛地海三个国家 其实跟这个北约的联系怎么样呢 就此中断 再说一次 这边是北约国家嘛 然后呢 这边有一些走廊 如果呢 他控制这个走廊的话 这边北约的国家 就没有办法来 远持这个波洛地海三个小国了 所以呢 另外来看到 还有一个一小片的地区 它是处在俄罗斯的范围包围之中 我们先来看到就是 苏瓦乌基走廊 它的两侧 这个地方两侧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 俄罗斯在西边的飞地 这个地方 这一块我们看到 加里宁格勒州 这是俄罗斯所掌控的 另外呢 还有白俄罗斯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咯 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脆弱啊 才会呢 大家说呢 很脆弱的原因就是如此 白俄罗斯大家都知道 它是俄罗斯坚定的盟友 所以呢 之前的时候 英国通俗小报 太阳报曾经就有说 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的地方 这是当年讲的 那现在呢 被说是到台湾了 所以你看到台湾 还有呢 立陶宛都被成为说 现在未来是发生战争的可能地方 我们再来说到呢 这个龚炯老师说的 立陶宛啊 你自己始终会担心 克里米亚事件可能会重演 所以你就会积极的想要跟 美国啦 跟北约啦 来进行相关靠拢 希望能够投桃报李 但是日后呢 刚刚说到的 苏瓦乌鸡走廊 如果发生相关的问题 或冲突的话 你千万不要指望呢 中国大陆会采取中立的角度 那来看到的是 龚炯呢 他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 立陶宛因为呢 地理的位置非常的特殊 这个地方 那其实呢 把对华关系当筹码 去换取呢 比如说跟北约啦 或美国的长期驻居 那是立陶宛对华翻脸的 最根本原因 但是呢 老师提醒了说 大陆是绝对不会忘记 你这个立陶宛背信弃义的国家 立陶宛新政府上台以来呢 对台湾的热情啊 对人权的问题的特别关注啊 种种的 一点都不奇怪 都是为了本身自己的利益 但问题就是呢 大陆启荣被你当成的筹码 去当成交易呢 把两国外交关系降级只是第一步 相信啊 这后续呢 还会有更多的相关的措施 可能会跟进 那老师也说呢 苏瓦无机走廊的问题 就是立陶宛呢 对外关系的软乐 也就是比喻呢 比较薄弱的环节部分 原本呢 跟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呢 是毫无关系的 但是呢 现在状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呢 这个当地局势 当地局势发生紧张的话 相信多国都会在联合国去提案 呼吁啊 或者是要求俄罗斯 那其实要一些节制吧 但是呢 老师说了 到时候啊 大陆是联合国的常任安全理事国 他是不会投弃权票了 在立陶宛呢 还有包括跟俄罗斯 跟白俄罗斯 有冲突的时候呢 你也别指望大陆能够保持中立了 那来看到呢 这个龚总老师也特别说 比如说呢 最近啊 其实呢 立陶宛跟白俄罗斯 有边境爆发的难民问题的时候呢 就被发现说 立陶宛边境部队呢 是粗暴的对待难民 那大陆外交部呢 完全可以站出来表示关切 甚至是谴责 这个等等来补充 那他也呢 说纵观啊 中立外交风波的全程 可以看到呢 这个原因不仅仅是 立陶宛的意识形态的立场 或者是经济的利益 本质还是呢 立陶宛为了国家安全 拿中国当路 大陆当筹码做交易 这种呢 国际关系 现实主义战略下的产物 从道德跟信义呢 来讲都是令人不齿的 中国大陆呢 其实来看到 中国的政府跟人民 都不会忘记你的这一段历史 此外呢 防止外国政府打台湾牌的 根本解决之道 还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呢 如何增加台湾 突破外交的成本 以及打消自己台湾呢 跟中国大陆外交竞争的念头 他也提醒说 这是考验中国大陆政府的智慧难题 应当呢 考虑除了外交跟经济手段之外 有没有别的办法 能够呢 来进行说 叫台湾不要呢 进行相关的抵抗 那有真的有其他办法呢 您认为有其他办法吗 来聊天室 写下您的看法 来看到 说到了立陶宛的政治人物 现在真的是 无所不用其极 要成为抗中级先锋 17位呢 立陶宛的议员 呼吁啊 政坛人士 运动员 甚至是呢 立陶宛的奥林匹克委员会 不要去前往大陆北京 参加2022年的冬季奥运 对此呢 立陶宛的奥委会 打脸了立陶宛政府 他发布了声明说呢 强调呢 奥运是全世界 全体奥林匹克运动的盛会 当然不是主办国的盛会啦 所以你不要操弄 所谓的体育 把它沾染了政治 国际的奥委会呢 坚持政治中立 各个国家的奥委会呢 其实都有义务 要参加奥运的 否则就可能会受到 国际奥委会的制裁 另外呢 立陶宛的奥委会 也指出来说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非常的短暂 为了这一届的奥运 他们必须呢 要花一年以上 有人花一辈子啊 甚至是整整四年的时间 来准备 而且呢 用所谓的政治因素 要求他们不去参赞 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体育本来就应该呢 不受到政治的干扰 没想到身为 立陶宛的体育部长呢 他就自己跳出来 说他不会出席 北京的冬奥会 IP试图要把体育运动 政治化 来看到呢 是立陶宛媒体 15命的一个报道 说立陶宛的教育科学 跟体育部长叫做 就是他 舒格日迪 尼埃内 他表态宣称 我不会出席 2022年的 北京冬奥会 报道说呢 立陶宛的体育部长 声称 据他所知呢 立陶宛的其他官员 目前也不计划 出席北京冬奥会 但您 但您确定 大陆有要邀请 立陶宛的官员参加吗 一个问号 大陆外交部也表示说 国际体育界早就有共识了 也就是呢 把抵制呢 称之为 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 最不祥的幽灵 都一致的反对 任何有违奥林匹克 宪章精神的行为 众所周知呢 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 是各国运动员 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舞台 也是呢 国际社会增进团结 加强友谊的盛会 把体育赛事呢 政治化只会跟所有的 冬奥的运动员 还有呢 冬季运动爱好者 热切的相关的期待 是违背的 这会损害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还有奥林匹克 相关的规定 大陆立陶宛代办处网站 公布消息称 因技术原因 暂停领事业务 尽管声明发出不久后 迅速移除 但立陶宛早已开始 准备抵挡胁迫 大陆跟立陶宛两国关系 降到冰点 立陶宛的对外贸易 面临生存危机 立方行径 严重影响了中立两国企业 开展互利合作的信心 立方必须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我们敦促立方 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切实履行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大陆驻立陶宛代办处 在当地时间24号举行记者会 曲伯华批评立陶宛 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交恶 不会有安全感 背后有其他大国策动 导致立陶宛丧失外交独立性 上海东方报道指出 在大陆采取措施 回应立陶宛批准台湾 设立代表处后 立陶宛将得到美国 价值约新台币168亿的 出口信贷协定 中立两国冲突爆发 各自寻找盟友支持 立陶宛体育部长 确定缺席东奥 但遭到立陶宛奥委会反对 表明应该保持政治中立 大陆经贸专家推测 两国关系继续交恶 情况将会越来越复杂 甚至攸关国防安全 立陶宛地理位置特殊 在跟波兰边境 有一条苏瓦乌基走廊 是立陶宛对外关系的软肋 用来抵挡俄罗斯压力 也就是说 最近白俄边境危机 如果跟立陶宛 涉及利益冲突 大陆恐怕难保中立 记者张力报导 说到了抵制冬奥背后 是否有美国的影子 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 扎哈罗瓦 他说 华盛顿正在试图 用各种行动 干扰北京举行冬季奥运 他说 由于美国不断地 拿侵犯人权等议题 和盟友用各种形式 阻挠了北京冬奥 让俄罗斯也看不下去 发言人来看到 是扎哈罗瓦 指控美国经常不断地 以制造的借口 采取各种行动 组织信息 还有政治运动 破坏干扰北京冬奥的举办 让单纯的体育运动 复杂化